出国旅游到花都巴黎 这浪漫的心情都被小偷给打坏了 原因就是因为有民众投诉 在脸书上公布自身的经历 他入住的还是这个要价不菲的 希尔顿高档饭店 但是跟女儿回到饭店房间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保险箱怎么被撬开了 似乎被搬动过 动过手脚 后来发现里头放的150元欧元的现金 通通被偷光了 而同时他们要求饭店一同来处理 但是他们指控饭店对于这样的事件 感觉屡见不鲜 只是派了一个不会说英文的安全主任 拍张照之后 就叫他们自行向巴黎的警方报警 所以民众也觉得非常的不满跟不解 为何巴黎的治安会败坏至此 在巴黎住了知名新级希尔顿饭店 上网查一碗要价5000元台币 但一回房看到这景象吓坏了 衣柜里的保险箱原本放在左边 却被移位到右边 甚至还被撬开 还好护照没有掉 但是危险经验 我彤彤不见被偷走了 当下真的是很无言啊 我想说那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150欧元不见了 到法国玩两天 原以为只要在路上保护好自己身上的包包 就能避免被抢被爬 殊不知最危险的地方 竟然就在饭店房间里 而饭店回复现场没有监视器 电脑也没有使用万用卡记录 也就是饭店人员并没有进入过 请旅客自行到警局报案 饭店使用的就是这种老旧简易型保险箱 而且没有定在墙上或柜子 才会被移位 而业者也分析保险箱安不安全 可以从这几个地方观察 像我们这个钢板都是热 有经过特殊钢材热处理 所以基本上很运 所以它都不容易被钻 然后门栓 它都有好几个很强力的门栓 但另外它这个部分整个 关起来要缝隙是很小的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工具可以去 除了钢板缝隙之外 因为一般饭店使用的小型保险箱 大约都只有10到20公斤 徒手就能搬走 相比大型的保险箱 一个就可能重达400公斤 根本很难被移动 不过旅游达人也分享到 国外旅游贵重物品 尽量放身上保管 也建议不要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TVB宣传 李明辉仲宣台北采访报道 好 不想出国旅游坏了 兴致如果碰到一些治安世界 被偷被抢或是遭窃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 是我们社会组的记者 玉琪来到现场 玉琪跟大家打个招呼 新婉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玉琪看到刚刚这个案件 我都觉得难得去了巴黎 结果遭小偷 虽然金额虽然不大啦 150欧元 可是对于很多旅客朋友来说 实在是心情都打坏了 可是我想请教玉琪的是 一般这种在国外遭窃 要追溯很困难 那有没有什么保险 可以帮大家减低损失呢 相信大家现在出国 最常买的就是不便携嘛 就是担心说这个行李可能不见啦 或是遇到台风一些不肯抗的因素 你必须在当地多留几天的时候 那个住宿费用很可观嘛 所以大家出国钱 宁可多花个几百块买一个不便险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这个不便险它其实含有的 还有包括你在国外啊 遭窃或是被爬窃的时候 会有的那个损失 其实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哦 因为像这个不便险里面 它有个东西叫做 这个现金窃到未问金 它是定额给付的 就是说它有一定的金额 比如说我今天在国外被偷了 或是东西不见了 那这个合约上如果说我赔两万的话 那不管你不见的东西价值多少 它最后就是赔你这个定额 可能就是合约上面写的金额这样子 但是你必须要是在这个欠案 或者这个爬窃案发生后的 24小时之内去报案 那它有一些例外哦 比如说因为它只限制于你说 你东西比如说你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你门窗都有关好 被偷的话 它是会理赔的 但是如果呢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你自己就是没有把门锁好 是 然后造成小偷闯空门了 那这个保险项者就没有办法理赔 那或者是有些是你自愿把钱交出去 比如说你被诈骗啦 这个也是保险公司不理赔的范围 那刚刚讲的都是这个现金不见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信用卡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是出国未必会拿现金嘛 可能会用刷卡消费的方式 那如果卡片不见被盗刷该怎么办呢 其实第一十一第一个呢 最快的最重要就是赶快打给银行 做挂师指付的动作 那最建议的方式呢 是你在这个信用卡不见了 大概24小时之内就要去做挂师 那通常这个业者会理赔 也是会理赔这24小时之内发生的 这个盗刷的金额 那接下来也很重要的是 你要一定要去当地的警局报案 虽然说很多人都有分享过 在国外报案那个时间真的很冗长 而且人身地不熟 有时候还觉得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很想帮你忙 对但是你一定要去做这个报案的动作 因为说因为这个报案的这个证明单呢 是证明你在当地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证明单很重要 是因为你回国之后 要申请相关理赔会需要用到 因为我们回来之后呢 你要申请理赔的话 你必须要付这个理赔的文件 还有你在当地的这个报案单 以及呢你的身份证啊 存折啊 还有一些就是你被盗刷的一些记录 这些才能够跟业者来申请理赔 确实所以预期要提醒啊 虽然可能国外的玻璃士大人 没有像台湾的玻璃士大人这么积极 这么使命必达 可是呢这官方的文件 就是后续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的关键 而我们线上也有很多朋友都分享 在欧洲碰到爬手的经验呢 像黄贵飞娘娘说 哥哥嫂嫂去欧洲自由行包车 他们放在车里头的精品保险车被偷了 玉琪我们之前也有报道过 就是像是代购业者也被偷 后来他们好像有分享说一些方式 就是不要用精品的袋子 放在车子里会被盯上 另外一方面李正宗说欧洲爬手多 所以旅游千万要小心 那么HHAQ说买保险要看清楚 就像我们玉琪刚刚提醒的 理赔条款不可轻忽 那另外也有人说 法国的龙门客栈吗 怎么会这个钱不一而非 这是一个幽默的比喻啦 那么Williamson说 玉琪今天也是蓝白配 看起来色系也非常清爽 我们刚好是一个反对比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大家都在怀疑说 其实会不会就是在当地的包车司机 在买精品的时候 也会跟协调集团有通报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要找信任的过得地培 那回过头来 其实刚刚已经有朋友分享了 放在车上 整包整袋精品不见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套路 也是大家要小心的 就一些旅游达然他们有建议说 因为他们有观察到啦 就是疫情后 这个欧洲的治安好像变差了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还是说这个乌欧战争 物价上涨的关系 好像各地都不太景气 所以相对的好像 本来就有一些窃案了 但是在这个疫情 还有乌欧战争过后 好像又更不好的一点 那他们常见的就是爬窃嘛 不然就是强迫推销 强迫推销常见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会路边的摊贩 拿个东西给你 对帮你带个手环 然后就跟你讲10USD dollar 对啊你不给就不让你走 就会拉着你的手 对你有遇过 我有遇过 真的大家要小心哦 新华的经验单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建议 那个旅游达然建议一些方式啦 就避免成为他们眼中的肥养 第一个呢就是说 你身上的钱呢 尽量是分散风险 比如说呢 我们的信用卡 它是可以放在卡夹里面 那卡夹呢 可能就发现我们 比较贴身的口袋啊 比较贴身的地方 那是像是其他的现金呢 就可以用一个小束带 可能用一个不起眼的袋子 把它放起来 然后这个呢 里面的钱也不要太多 他们是建议说 不要超过50欧元 差不多就是台币 可能一两千块左右就好了 那剩下的零钱 可能你再放在 另外一个零钱袋里面 那通常呢 你把这些钱包分散风险 就可以避免说 一次都被偷走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 现在都很流行 买像这样子的手机挂身 对 我特地跟同事借了一个 没错 我拍照 我立刻拿起来就很方便 对 很方便 我关在脖子上嘛 然后我要 比如说要付钱啊 拍照干嘛 都很方便 直接拿起来就好 很多人会使用 这样子的手机挂身 但是他们认为说 这个挂身 它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因为他们也有观察过说 比较夸张的嫌犯 他们还是可能 直接抢 或者是接班剪断 所以抢也很方便 对 它其实剪到一包 你这个绳子就断 手机就不见了 其实他们建议的做法是说 你挂上这个绳子之后呢 最保险的方式是 你再把这个手机 塞在口袋里 或是你手要握着它 就不要以为说 你挂子就可以到处跑啊 不用顾忌它这样子 对 这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使用手机的时机 毕竟你都去国外玩了嘛 有时候遇到一些 可能要查路啊 查景点啊 你不见 一定会低头滑手机嘛 那你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被这些嫌犯盯上 所以他们是建议说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去找一面墙 就你面对墙 面壁滑手机这样子 对 或是你躲在一个墙角的地方 就是比较不会有人 虽然看起来比较自闭一点 因为在拿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握得很紧 你再输入一些资讯 它就一拉就拉走 对 而且你躲在墙角 所以你的两边都是墙嘛 你就是不会有人在你旁边经过 会比较相对安全一点点 那再来呢 就是要小心这些假需求真偷窃的人 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人 可能会跟你问路啊 或是跟你说 我东西掉了 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 等等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 虽然要发挥我们的同情心 但也要注意啦 因为就是说 国外有很多这样子的犯罪集团 他们其实通常可能是 一个人去跟你问路 那旁边另外几个人 就在后面盯着 就是趁你不备的时候 就上去偷一个东西 这就叫深冬几夕 对 所以你同情心 虽然我们要帮助人家 但是还是要随时注意周边的状况 那第五个呢 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 背包背胸前 就是说 我们常常啊 就是也呼吁大家说 东西要摆在胸前嘛 包包 那你背的时候呢 不是说就是背着这样而已 你还要用手去握住 那个开口的地方 所以随时防范说 这个开口会被人家拿东西 那再来呢 第六个就是 腰包放护照 还有信用卡 因为像刚刚讲的 有些人会习惯 他可能不是背包包 他可能是背腰包 就是觉得背起来比较轻便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重要的卡片 像是这个护照啊 或是信用卡放在腰包里面 那其他像是现金的部分 就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就是分散风险的概念 那再一个呢 下一个就是说 下车要快步走 不要东张西望 就是有些人他们在逛景点的时候 会东看看西看看 然后脚步就慢了 那通常你落单的时候 就是这些嫌犯在盯上你的时候 所以他们会建议说 你下车的时候 就是赶快走快一点 不要一个人落在大街上 这样子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尽量像刚刚西望讲的 不要用一些奢侈的品牌 其实去国外不免 会逛一些精品嘛 你另一个LV啊 爱马仕的包包在路上走 你就是摆明着 我刚刚消费完了 我付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建议说 你要嘛就把那个东西 拿在身上 穿在身上 对或者是说 你把它换一个袋子 换一个比较不起眼的布袋啊 或是一些比较平价的牌子的 质袋也好 就是比较大啦啦 让人觉得说 哇你是刚刚消费出来的 贵客这样子 没错 我就成为了这个 窃盗集团眼中行走的肥羊啦 所以在外头旅游 方任之心不可无 自己自身的防办 然后确认好 这些旅游不变现的条款 是否符合自身的需求 都可以让你出门 玩得再更加安心一点了 我们谢谢玉琪的分享 谢谢新华 谢谢 好 其实我们要带观众朋友 来关注到的 这个社会事件 已经沸沸扬扬 从五月份吵到现在了 就是台中五亿高中生的命案 而今天呢 这名下信配偶呢 其实也出来面对媒体 但是呢 很多媒体呢 面对这样的提问 是趁着开庭的时候 下信配偶出入法庭时 问他 这个30多笔的产权 你要辉还吗 对赖妈妈还有死者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那么这名下信配偶呢 其实是不发一语就离开的 而开庭的过程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哦 似乎他主张 其实是因为赖姓高中生 要躲避家庭的胁迫 所以他是为了帮助他 才要结婚的 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赖妈妈的朋友 也跳出来反击了 他觉得现在赖姓高中生 早就已经身亡了 怎么他可以替死人来说话呢 同时呢 他也认为 这个前后的证词跟说法不一 完全不买单 下信配偶的说法 台中五一高中生病案 7号上午地院开庭 面对记者的提问 下信配偶不发抑郁 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搭上计程车离开 你的小孩怎么办 开庭之前 向南疑似为了要躲避媒体 提早入庭 而赖妈妈的友人 对赖小弟的死 感到纷纷不平 也来到现场举牌抗议 除了案情种种疑点 还有外界最关注的 就是两人没有过多的交集 为何会突然同婚 法庭上法官问他 为何要跟死者结婚时 向南表示是因为 来信男高中生 遭到家庭迫害压力太大 他一再否认假结婚 强调双方同意结婚 自己也只是想要帮助他 这是他的说法 事实上说法我们不知道 实在没办法讲话 跟查评的时候有讲到说 如果谁先结婚 那房子就先给 房子就先后顾给谁 但是他刚刚 他是说 不是这样子讲的 谁先结婚 就是谁先住在内洞 那妈妈的朋友怒控 下拿开庭时言 此前后不一 要说检方要查明真相 不过原先在六月底 提侦结实 检方认为杀人失证不足 只有起诉下拿 为造文苏罪 后续赖妈妈委托律师在意 这个月四号高分院 也将卷证 发回台中地检署续查 检方也将采取 团队办案的方式重新调查 TBS新闻的新闻 终成理财台中场报道 T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 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